不走寻常路的还有下面这名女司机 前几天的一个凌晨 高速交警发现有辆轿车 竟然在高速公路上的超车道上逆向行驶 正常行驶的车辆纷纷避让 好几次都差点发生相撞 指挥中心发现后 立即通知了辖区交警拦截车辆 与此同时 他们也根据车辆信息联系上了驾驶人纪某 当时要去福州 然后走了分岔路口以后 前面一个分岔路口 把一个往右走 你走了左边逆行的车道上去了 对吧 当时你是不能吃路还是什么呢 不能吃路 女司机继某说 自己今年6月份才考到驾驶证 目前还在实习期内 之前只有一次短途上高速的驾驶经历 按照规定 民警对继某处驾驶证继12分 罚款200元的处罚 由于继某驾驶证还处于实习期 继满12分 也意味着他被注销了实习的准驾资格 并且要在注销一年后 才能重新考取驾驶证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